尊敬的老教授,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在法院朱林的这部佛经汇集本当中 确实有讲过这样,在佛经上确实讲过这样的话 就是月亮上确实有月天子,有天人 但是航天员真的也看不到,这是为什么 这是不同围次空间 如果有能力把空间围次突破,就看到了 在理论上讲,这科学家承认的 空间围次是无量的,没有限量的 那么科学真正实际上证实到的 这是从前黄念祖老教授告诉我的 科学家肯定的是,至少有十一种不同围次空间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突破 如果突破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眼看东西 你想这个光波现在知道,波长,这个长波短波的 我们只能在一定限度 这个波动我们能看到 比这个波度长的我们看不到 比这个波度短的也看不到 那我们用仪器看到,看不到的X光 紫外星,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用仪器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看到 如果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光波都能看到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月球也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不要说月球啊 我们这个地球上,人归杂局 这个也是,这个空间维持不同 同在一个地方,人跟鬼在一起 那我就遇到一些这些,这个做电影电视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告诉我,在夜晚的时候,就是香港 拍外景的时候,在这个这个教区拍外景的时候 半夜,深夜了,那时候拍完之后 大家也饿了想吃点东西 就看到一个小市集,人很热闹 就到那里面去吃东西 吃得很快乐,也付了钱了 到第二天这个回家去的时候 到第二天早晨,拉肚子 吐出来的时候,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和大家都一样的 到底怎么回事 在开车到那里去的时候 昨天去看那个,结果看的是坟地 大家在恍然大悟 在看看的时候,找的那些钱的时候 值钱 买东西付钱呢,太找钱的是吧 拉肚子一看是值钱 他们告诉我,真的啊 我们亲眼看见的,绝不是假的 遇到这个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呢 在我们中国笔记小说里面记得就很多 所以那些东西,不一定那是神话 可能都是事实 像这些,那些演艺人员他们所遇到的 那为什么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呢? 缘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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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人正好跟他们有这个缘分 不错不错不错 看到也未必是好事 不看到也未必是坏事 凡所有相皆是失望 你总记住这个原则 那么这些不同空间维次 从哪里来的 现在科学家找不到 佛法知道 那么您刚才所讲 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 对 很多人他刚开始接触 他还不太了解 不同维次空间 那用通俗的话来讲 他怎么理解呢 就是跟我们不在一个空间里面 对 我们叫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空间是三维的 对对三维 又不是四维的 对对对不错不错 那个空间维次不相同 你就没办法检查 比如说我们现在 确实看不到鬼神 对 那鬼神看得到我们 也看不到我们 他不同维次空间 互不妨碍吗 但是他如果能突破 他就能看到 而且我们跟鬼神这个空间 突破是不难的 是很容易的 心底稍微清净一点就能突破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空间维次是什么 什么东西造成的呢 分别执着造成的 你说分别无量无边呢 执着无量无边呢 空间不同维次空间就无量无边呢 怎样消除它呢 所以产定就消除了 你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了 空间维次就没有了 那你什么都看见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 不管飞得多远 对 你到哪个星球上去 对不错 那个心 对 自己的这个心 你还是三位空间的 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对对你还是三位空间 对不错不错 你说我们发现的时候 这个外外太空的 这个飞碟飞过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三度空间的 它如果是高维次空间 它不必用这个交通工具 哪用这么笨重的东西 佛经上写 月宫里边真有月天子 有 真有天人 怎么会没有呢 按照佛法的修行啊 普通人就把这颗望心呢 对 让它平静下来 对 就像您老所说 让它清静一点点 对 维次空间就可以 就可以 自己亲眼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见 我这个出家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同学 我们三个人 是很要好的朋友 同年 三个人同年 命运也几乎相同 那个算命的时候 都说我们过不了45岁 我们也真相信 45岁那一年 二月 这个发戎走了 五月 另外一个名言走了 七月我生病 我就知道时间到了 那个时候 我正在讲了眼睛 讲了三分之一 这种感冒 我就想着 我不知道医生 也不是药 因为我相信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不能 命没办法了 你受命到了 那你医生没用处 医生改变不了果 那改变不了 所以我就把门关起来说 念佛求往生 我念了一个月 好了 就这一关就突破了 那两个就走了 这两个人都 多修行都还不错 其中就是五月走的 这明年瓦斯 跟我非常好 抗战期间 我们同学 先后同学 一个学校 那时候不认识 在一个学校 班次不同 那么我出家的时候 他跟我出家 我学佛的时候 他跟我学佛 所以比亲兄弟还好 那么他看到我 在这个台中学奖经 他就很难过 你看看 你把舌头的奖交了 没有人相信 他就学秘 找到这个 取阳光上司 跟他学秘法 他说秘法有神通 他说我要学了 谁献神通 人家不相信了 比你这个口水奖经要高明 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 对是啊 所以他就去学秘 学神通去 真的 那学神通是 首先学秘中 在三个月 就一百天 要磕十万个大头 那是很辛苦的 他真的 他这个人 做事情 学生非常认真 那我们 跟他相比 不如他 他比我们永久 一年 他来告诉我 轨道这一间 他就清清楚楚 他白天也能看见 晚上也能看见 就是这平时 就是能看得到 都能看见 他都能看见 他这个障碍没有了 所以我也笑他 我说你说 没有障碍看到了 你看到我没看到 我不相信啊 你怎么样证明 让我也看到 就是啊 他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说 他还是说服不了人 所以我说 你那个方法的时候 还不如我这个奖金的 你看他45岁走的 但是他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见他学秘 学了一两年之后 他个人变形 人的脸上没有光彩 灰涂涂的 灰涂涂的 身体呢 浮肿 所以我就跟李老师说 李老师懂命 他学过禅 学过命 我把这个情形告诉他 告诉李老师 李老师听了之后 各有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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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想找他一起来学金教 各有姻缘 你看45岁那一关 他就没通过 但是他说的呢 鬼道情形是真的 我绝不怀疑 因为这个人不忘日 那我听完您这番话 好像是在告诉大家 这跟孔老夫子讲的很像 就是进鬼神而圆 没错 鬼神要尊敬 圆不是原理 圆是不要听他的 你听他的时候 你不就被鬼骗了吗 被人骗的时候 被鬼骗的时候 一样的很苦啊 好像佛经里边讲 鬼道还比人道要低啊 对 但是鬼有五通 五通就是五种神通 对 小神通不大 不大 你比如说 他给你预测 这个一个月之内的事情 往往很准确 要跟你讲一年以后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胡说八道 反正他跟你讲 你也找不到他 因为他那个心 不是菩萨心 对 没错 没错 还是凡夫心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鬼神 就是说他有个小通 很近的事情说得很准 所以我们跟鬼神往来 要记住一个原则 他所提示的 仅可以做参考 他所提出的方法 那你要很慎重 所以往往我们他提出方法 我们是用佛法来解决 不采取他的方法 用现在这种科技的方式 去探索宇宙 去探索世界 那有一个问题啊 那个心都是妄想分别之中 没错 那空间为次怎么突破呢 没办法突破 一直在三维里面转 对对对 道理就在此地 所以科学家 他永远比不上 有禅定功夫的人 那么有禅定功夫的人 学佛的人 他没有用任何的科技 对 他就可以看到 科学家看不到的真相 没错没错 不但这个能够看到 他这个禅定功夫前身不同 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 特异功能 高级的特异功能 能分身 到哪里去旅行 不需要工具 你是你想到美国去 你这你一念 美国那个地方 你就人就在那边 确实是为什么呢 空间没有了 空间没有了 就是距离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先后没有了 时间空间不是真的 这个近代科学家发现 那这个人去了美国 他原来这个身体还在 他还在 他可以就等于说 我们讲的分身 能够分 无量无边身 那不是形容佛菩萨吗 那人人都是佛菩萨 你看华严谨不是这样吗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在道理上是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方法 对对对 如果能量可以变成物质 我们身体就很容易自在了 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变成能量 能量就没有了 变成光了 那光的时候到处都可以达到 到哪个地方 我这个光就又恢复成能量 又变成人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能量变成物质 物质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 这是个能量 能量 电视剧 《西游记》我们看过呢 孙悟空讲说变 这一下就变出个东西来 这就是能量变物质 没错 没错 那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对 一有心想 马上这个美食就在眼睛 这就是能量变物质 然后呢 吃完之后或者不需要的时候 他不需要吃 不需要这些的时候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能量 物质又变成能量 又又恢复成能量了 他们怎么 能与智可以互相转变 这个转变是意念的转变 不需要用任何仪器 什么样的人 什么程度才能够这么自在 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只要把两个问题解决了 你妄想没有了 不是妄想 妄想有 妄想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